我们在这里不搭败了 我们关注下一个 我们一直在这里看 有些成交比较高的 大部分成交还是比较低的 特别的好的也很少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拍片 是在873号乾隆的一个铁锈化的小天球 这个小天球在杰洛斯洛伐克哈耶克曾经是一个旧场 然后在香港米球金色有同款的一个铁锈化的小天球 还是不错的 这个我们上手看过 做点功课还是要有绿油蓝油 一定要上光 上光看右面细节 整个都转一下 把它右面的整个质感要看清楚 尽量多看看里面瓶子罐子这种东西 因为里面是细节所看 这种品种还是比较少的 铁锈又还是比较少的 一万到一万五 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考虑 就咱们上手之后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知道它的重量 这个重量也是比较正常的重量 就不会很轻也不会特别重 过程过轻都可能是在处理上面出了问题 就咱们写什么旧场的记录 那个可以调的相关的资料 说你们有吗 没有 就我就评价了 底下是一个乾隆款 看完之后还是值得推荐一下 敏球金色是香港一个著名的收藏团体 然后明清色有词里面有一本书记录了这么一个品质 我看一下啊 马上要拍这一件 然后现场的人也特别多啊 有没有参加过这种 希望大家以后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种机会还是很好的 能够认识到很多朋友啊 学到很多一些知识 遇到一些市场的信息 这里面很不起眼的一个朋友 可能突然都出个大几十万几百万买东西 能不可貌相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看过了 这个体型化的更好一点 现在在拍这件 这件我们也看过 看看这件拍多少 总体来说 这两个瓶子应该是差不多价钱的啊 就是这个茶叶末幼的和这个 应该差不多价格的 完了 这个瓶子都拍的很高 对东西还是有一点认知的 这个拍的也挺高 这个已经拍到了三十多万 好 这个是我们关注的这个瓶子 大家看一下 是到了七千 七千一万 一万八 两万 现在是两万 这个拍不起来的 现在才两万 两万五 估计上不了 上不了大几万都够呛了 三万五 三万五 三万八千 三万八千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 这个其实可以拿的 品质还不错的一件 但价格现在拍的很低 十万二 十万二节拍了 十万二 这个还是很可以考虑的 便宜的 还是可以的